後飄止泄雨 一輛貨車從路口轉彎處 高速衝上分隔島 一路彈跳到一旁道路 最後撞上標示桿停了下來 整個標示桿也硬生斷裂 倒向路旁 導致車頭幾乎扮回 警方立即通知吊車 把發生事故的貨車脫離現場 事情發生在16號上午11點25分 這輛運租的貨車 在返程途中發生这起意外 所限駕駛只有受到轻傷 灰塵對不對 所以沒有阻止就對了 閃車啦 沒有注意啦 就直接衝過來 對 忍還好吧 忍沒有怎麼樣 事故發生之後 除了趕緊派遣脫掉車 把肇事的小貨車脫離現場之外 公路局人員也趕緊到場 把壯斷的標示桿移往路邊 並且拆卸底座 要趕快換上新的路標 免得影響更多用路人 警方道場也針對貨車駕駛 進行駐車 因為車速過快 撞擊分隔島的標示桿 造成駕駛的受傷 本件事故已經駐車 這個駕駛人沒有喝酒 由於貨車司機沒有酒車反應 也不排除是天雨路滑 或是疲勞駕駛才會釀貨 所見這起意外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後續毀損公路的部分 也還有待鑑定報告出爐 才有辦法釐清 借著李嘉明 流量科恩 吳彩薰 花點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